早上我们有提到东方的博士来寻找主耶稣。 主耶稣让他们找着了,他们就敬拜主耶稣。 请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十二节。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指示不要回去见虚利,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虚利》对这几个人说,你们找到了耶稣,就来跟我报告。 这么高兴的一个消息,当然要回去跟虚利王讲。 但是他们却在梦中得到指示,要从别的路回他们的地方。 十三节。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耶稣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 因为虚利,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这个木匠耶稣,他也得到通知,得到警告,要赶快离开伯利。 而且告诉他说,要逃往埃及。 十四节。 耶稣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往埃及去。 十五节。 住在那里,直到虚利死了,这是要应验主见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是在先知书里头,缓缓缓缓的出现。 那所以耶稣的一生啊,很多事情都可以从先知书里头来得到印证。 这几个博士他们目的已经达到了, 所以他们当然要回到他们住的地方。 回去之前,他们当然是要去跟虚利来做报告。 但是他们却得到通知,得到警告,说不要回去。 那这里特别提到说,你们从别的路回你们的地方。 圣经里头有不少神的警告。 通常有它特别的目的或者原因。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组的人,他们得到从神来的警告。 所以呢,我们就来思考一下有关神的警告。 为什么神要向我们提出警告。 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给的警告常常是要我们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 这几个人从别的路,不是从原来的路,从别的路,改变路程回他们的本地去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见了虚利王。 那现在这个警告告诉他们,不要回耶路撒冷,也不用再去找虚利王。 他们是凭着信心,来到耶路撒冷,要找基督。 他们蒙了这个虚利,召见他们。 但是现在告诉他们,不用再去捡虚利了。 在圣经里头,人们,神的百姓,常常会得到神的警告。 我们请看阿摩斯书第四章。 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 十二节。 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 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 你当义辈,迎见你的神。 十二节。 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 这里神对以色列人说,我一定会这么做。 那在这一章里头呢,我们请看第六节。 第六节这里有讲到说,你们仍然不归向我。 第八节又提到,你们仍然不归向我。 第九节,一样,你们仍然不归向我。 这个你们仍然不归向我,反复的出现。 因为他们不归向神,所以神就说有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就会发生在他们当中。 所以十二节结论,这些事情都还没有来到, 但是神说,我一定会这么做。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们要记得我给你们的警告。 你们当义备迎见你们的神。 神要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啊,要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向。 那这样子神就会收纳他们,神不会将行华降在他们身上。 这几个博士啊,他们很有信心地照着所得到的指示而做。 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并没有那个信心来接受神给他们的警告。 所以神所说的那些他们不愿意的事情,都一一地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神有时候是给全体的警告。 有时候呢,是给个人的警告。 有时候是出声音跟那个人讲。 有时候是让这个人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 当保罗要到大马社去逼迫基督徒。 他被光照。 保罗扑倒在地上。 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这个当时叫做扫罗的,他非常地惊讶。 他知道他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来自于神。 所以他赶快地问说,主啊,你是谁。 在经过这很短的对话里头呢,扫罗他明白了,他所逼迫的耶稣就是他的主。 他得到了神的这个警告之后呢,我们看到从此以后保罗的人生方向就180度的改变。 他本来逼迫基督徒,他不再逼迫基督徒。 他本来反对传讲耶稣。 他却成了非常努力地在传讲耶稣。 在旧约里头,神要耶拿到尼尼韦去传警告。 结果耶拿在半路上,这个自己要求把我扔到海里。 他想说,我是该死的。 但是神却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进去。 那耶拿被大鱼吞进去,他也没有死。 那后来这个大鱼把它吐在这个干的地上。 神并没有出声音跟耶拿讲什么。 那耶拿他就知道了这是神的警告。 他就顺服地照神的吩咐到尼尼韦去传警告。 我们走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不用很紧张。 这个信仰是要让我们常常能够很平安、很安静的。 当人紧张啊,人就不平静。 所以信仰绝对不是让我们整天好像是很紧张。 但是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要能够有一些敏感性。 就是有时候可能是神要给我们的指示甚至警告。 有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危机。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挫折。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对某一个经节或某一段,我们特别有感动。 信仰不要信得很紧张,但是要有一些敏感度。 所以神的警告,有时候是要我们改变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 那神要耶稣说,你赶快逃离这个地方。 所以神的警告是要他们免去被灭亡。 让我们免去灭亡的警告啊,有很多都是在真言里头。 这个真言要我们不要做愚昧人。 真言警告我们不要贪心。 真言警告我们不要嫉妒。 真言警告我们不要嫉妒。 这个真言警告我们不要懒惰。 所有这些警告都跟我们过着美好的生活有关。 这些警告甚至关乎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读一下真言。 我们一定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些很好的提醒和警告。 那原来这个叙利王啊,是想要灭掉主耶稣。 他跟那个博士说,你们找到了这个弥赛亚,请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 他嘴巴是这么讲,心里却不是这么想。 这种人是最可怕的。 这种人可能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主耶稣一定会保护我们。 那当主耶稣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很敏感地知道,主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受到伤害。 这个虚律讲着要去拜主耶稣,但是他心里也存着很不好的念头。 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利用拜神,利用宗教来伤害别人。 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所以当谈到信仰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没有那个黄辈的心。 那的确这样子的人,一直以来都有。 我们请参考列王记上12章。 1 Kings 12 verse 28 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陀,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 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 这个国王是非常的赞成百姓要敬拜神。 那他也好像很关心,很为这些百姓着想。 那结果他做了两个金牛犊,就告诉百姓说,不用去耶路撒冷拜神, 留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拜这个金牛犊就可以。 那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请看27节。 这百姓如果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去,在主的殿里献祭, 他们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耶罗伯安。 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 27. 其实他是自私的。 他觉得他当王是没有那么稳固。 所以他很怕百姓到南边去,心又会归向南边的犹大王。 所以他说拜神,其实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结果给这些无知的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神常常用提醒、警告,帮助我们去避免受到伤害。 今天我们面对的不但是人,还有灵界里头的撒旦魔鬼。 这个撒旦绝对是要伤害我们,破坏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对神的提醒,对神的警告,我们是要很敏感的。 人是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可能伤害我们的。 那撒旦是更厉害的,他常常是我们看不见的。 但是呢,我们不用怕。 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胜过。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帮助我们来除灭魔鬼的作为。 请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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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第三章。 耶稣一书第三章第八节。 第八节。 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这下半句话讲得很清楚。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是的,魔鬼的作为很可怕。 但是我们有主耶稣,我们就不用怕。 但是,再一次的,我们要对神的提醒或警告要很敏感。 不要说,神怎么没有保护我。 其实神一再地提醒我们,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好,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边有讲到,这个是要应验这个圣经里头所说的话。 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说,这个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计划。 耶稣得到了这个警告之后,他就照着指示去做。 他就成为神的计划里头的一部分。 所以神为什么要警告我们。 神警告我们,就是要引领我们进入祂的计划里头。 神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祂的计划。 神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成功的人生,美好的生活。 神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得着永生的天国。 那我们如何进入神为我们所规划的这个计划里头。 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警告,然后把它当一回事。 我们如果有这种敏感度,我们就会很自然地走在这个圣经的这个规划里头。 马太福音2章15节,先知书是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这个当然也有它的代表性在里头,这一句话。 神的计划之一啊,就是要将我们从这个世界,从握在二者手下的这个世界里头,把我们呼召出来。 那也就是启示录里头所说的从巴比伦出来。 我们如果是活在那个二者的手下,那我们会受折磨,我们也没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神的提醒,神的警告,就是要我们能够离开那个二者的伤害。 所以我们也常常问问自己,我的生活有没有在圣经的规范里头。 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提醒我们,在警告我们。 那我们有没有得到了神的指示,神的警告呢? 应该有。 只要我们稍微留,稍微用一点心,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神的指示,神的警告。 那得到神的警告之后,我们要真的达到目标。 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们不要再常常受到伤害。 我们走在神的教训里头。 我们走在神所赐福的美好的人生里头。 我们一起唱诗177首。 我 Norman啊,リ赛俯记者,刘吉他用我来自掣uto你士辉uras左右。 对大祝魂出ском地势。 感谢观看